準備要露營了 我的好朋友來了沒有 童哥尼克 Eddy 陶德 今天我們的車有什麼特局 夠熱血 手撸 還有咧 後驅很多可以幹嘛 飛甩喔 我今天還帶來超多好朋友 都是愛車朋友 加入我們一起看露營看車 你今天收看的是 最怕的是笑 今天加入我們的兩台主角車 分別是Posha的Keyman 這個是GP4 它算滿新的車喔 2016年的車款 另外一台是一台 如果在90年代你會想到的話 它是非常經典的S2000 Honda S2000這台算是AP2 算是比較後代一點的90後的車款 這兩台車放在一起 你可能也會有一點點的滿腦子霧水 那今天我們現場也開放了 是一些非常喜歡經典車的玩家 甚至他們當中呢 有大概八九成的人 都是開著手排車來 讓我們歡迎這一群朋友 嗨 嗨 嗨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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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就是好好來聊一聊 今天這兩台車的特性喔 如果說他真的很喜歡這類型的車的話 他也不一定可以抓出這兩台車的共通點 因為你說一個德系一個日系嘛 你們知道他們有什麼共通點嗎 都是男人的夢想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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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可以追上還有呢 都是兩個的嗎 都是兩個的 可以可以可以雙門嗎對不對 都是手排 漂亮喔 其實這兩台車真的有滿多的同跟不同 而且這同跟不同他帶給我們都是不一樣的樂趣 我們好好來聊一聊 還可以回到車廠本質 為什麼要出這樣的一個規格的車子 因為以一般人來講 我幹嘛買手排車 我幹嘛買兩個門的車 我還後輪驅動 根本怎麼開都不知道 但是車廠出這種車子 事實上他們是要回歸駕馭本質 這也是為什麼就是只有手排這個選項 你手排我就立刻頭就跟一 看到你一頭跟一眼睛亮了 像這個S2000它本身 你就想像它 它是本田紀念50年 創產50年 本田紀元的50年 其實這部車跟大部分的Honda 是完全不一樣的 喜美啊 雅歌啊 都是前輪傳動 但是它卻出了台後驅 它是後驅 中置 前中置 而且這個平台是完全沒有想像 就是完全獨立開發出來的 對 只是為了這部車 對啊 而且它配重還打坐到55 對 50 50 包括它的前中置 然後它的操控 都是當初無法想像 對 還有它的引擎本身也是VTEC 2000cc 240匹馬力 而且沒有Turbo 現在NL也越來越少說真的 很多都是靠雷亞再給它灌上去 他們沒有真本事對不對 應該說我們就回到 車子賣給誰開這個問題 車廠做了它為什麼要做這個 其實算是數量比較少的車子 那它一定有一群 它的這個所謂的熱血崇拜者 或者有一些希望說這個車 能夠到達什麼樣的標準 那自然身為設計師 我們先講S2000好了 工程師跟補台 都要打造出一個 我覺得在我的標準之上 會符合我的標準 或者是公司的技術 最高能夠達成的目標 這個時候S2000的誕生呢 其實是代表了公司的一個期望 跟所謂激勵所謂市場 激勵員工 它本來就沒有要賣太多 因為這個比較高端 這比較看人買 但是所有的性能 你都會以這台車 作為一個標竿 說我最後要買一台S2000 我可能是用西美買 我要往上換 我想換這個跑車 那雖然可能經過一段時間 可能剛出的時候 可能是年輕人 他後來變大叔了 他就有能力買 所以這個需要一點過程啦 所以這個車為什麼 比如說2007的車 這個來欣賞的車 大家還是驚驚樂道 還是會行住茉莉 還是會欣賞到 坐在裡面也會覺得感動 它的很多古特的設計 都是跨時代 而且目前後無來者 對啊 這一次說要出S1000 或者S660的古特的版 然後是S1000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還是沒有出現 比較沒問題的消息 要不然其實以一般觀眾來看的話 這兩台車 都只有兩個座位而已 實用性是 這根本就是所謂的方法 很少人是只有我家 一個搭家裡 結果就有一台車 然後就這樣 那不被老婆罵死才奇怪 對 所以我就離出來有手排 然後後驅 然後兩個配重幾乎都是 這個是50公斤 這個是接近一半一半 算很不錯 這4654 對 都是很不錯的 等一下 童哥剛剛有教我啊 我為什麼要開手排車 因為童哥是一直在教我 要啟發我的人生 所以 我要先把高跟鞋換掉 對 要穿平底鞋 比較安全對不對 沒錯 然後我需要 前面要過彎了 在過彎之前 我需要 右腳先踩煞車 然後左腳離合器下去 腳竿加點油門 然後我要準備要彎的時候 我要退擋 退擋之後油門再下去 平合器放 然後就出去 然後接下來我要幹嘛 不是 你知道你說了一個什麼動作嗎 我說了這個叫什麼動作 就是 手排 只要開手排 都津津樂道的跟紙 我剛在跟紙嗎 對啊 我剛好跟成功嗎 還是變香蕉 這個基本上呢 你確實把整個過程都說出來了 但是希望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 希望是不是 希望的 雖然我補了油門 但是我也要注意我的方向盤 彎道路不會太性態 然後 走下去之後 我要幹嘛 我去彈一下離合器 我就 欸 那你去哪了 真的變香蕉啊 這樣子我們要疏散台北市 對 講是很簡單 但做起來真的是要夠熟練才有辦法 但它就是手排車帶給我們的一種樂趣 確實 那如果今天這兩台在一起 我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他們的一些共通點 但我們要看看 因為畢竟 哲系日系車 他們造車的想法是不一樣的 我們就先從S2000看 像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台S2000呢 它是1999年為了慶祝本田季岩 50周年的那個時候出現的產物 所以它有AP1AP2啊 然後甚至還有CR 就是輕量化的版本 這台車轉速就是很大很大對不對 先解釋 S2000因為在設計上呢 它是一個要朝向賽道 去駕駛樂趣的車款 對 所以它很妙的是 它在這個第一代出的時候 我們說這個萬轉斷油啊 9000轉斷油 就是說在萬轉之前的極限 就是很少有車做到這麼高的轉速 對 那我們在AP2 它因為這個解決了這個低速的 這個所謂努力不足的問題 所以它把這個最高峰 峰值下降 譬如說馬力最高是7800轉 扭力是6500轉 但是如果有看這個汽車規格的朋友 應該知道說 現在的最大轉速其實在15800 我大概2000 是最大的扭力 最大的扭力的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同的思維 對 意思是說這個車子要維持住很高的轉速 6000 起碼6500轉勝才有最大的扭力 那你什麼時候在馬路上 用到這個最高扭力的點呢 很難 所以一切的都是為了賽道 或者在高速的環境 或者變成一個方號來設計 一度競技 對 那這種舊思維其實在傳統來講 在本田的這個設計的這個概念裡面 它其實它是存在的 對 那在現在就全部改觀了嘛 大家都朝向這個低準速高扭力的方式輸出 也使得日常行駛更加便利 跟日常行駛的順暢度更加增加 那所以我們才說這個車子其實有它的魅力在 這台 AB2大概是2007的車子 對 還是帥的不要不要的 車主大概都保持著原廠的樣子 其實很素 沒什麼改裝 我也很欣賞這樣的維持啦 超遠的 對 當然 因為S2000是熱型的 它會改一些空力套件 增加這個視覺上的張力 那這個車子比較保守 所以它就大概改了這個 改了輪胎 改了方向板 改了排氣板跟座椅 只是改了 沒有啦 這個都是 有一些S2000的車子改的很兇喔 這些很基本啦 其實改這些東西其實是算沒有改 對 每個講算沒有改 就是我們覺得是跟原廠一樣 我們講S2000是KONDA最後的跑車 真正的具有的機身跑車 所以它自然也坐著長車頭 然後它這個你看 它這個雖然沒有坐這個 暴龜輪 但是它 你看它這個 極外圖 對 前輪的走路其實相當外脫 其實跟輪圖之間呢 你知道我們講 這個其實前輪相當寬啦 所以它也是要增加這個駕駛德區 再來是你看到車車這個 TES 2000 對 熏黑的背景 對 這個也是 我們講車格啦 就是很少人把車型放在車邊 然後它的引擎在這個 我們說一下前中軸 就是這個是前輪 輪軸 這樣放 它引擎在後軟 所以在前中軸 引擎放在這個地方 TES 2000 那它也會造成這個前面的配重 也是比較均衡的一個設定 我覺得本田厲害 是厲害到它前中軸 但是它透過它的調教 讓它50比50 那這個車先天就是一個同色的概念 對 所以它會做這樣的設定 也無非就是它想創造一個 比較好的這個賽道超重效果 但是它在高速上 車尾比較滑動 就是車尾比較不穩 那這也是設計上的一個難處 它也就是說我的車手做得到 你好好練習 你也可以像車手練習 我們Honda有check day 我們Honda在日本都有這個賽道練習 也來參見 挺來受訓一下 他們會做這個事情 所以這也是一個我覺得 挺來在教育車主 跟這個車輛之間的溝通 它有它特定的這一個行為 對 這個APROCK、AP2都是軟紅 但是這個CER後來就變成一個硬 然後變成Sertone 對 然後這個是一個設計上 還有CER我們講後面的競技台 就是它為了輕量 所以它用硬品加上這個Sertone 好可以再寫 大概新的40公斤 所以車重也是經濟技巧的一個 跑車經濟技巧的一個元素 你看它的樓盤沒有誇張 但是它做出來 但是沒有像一般的所謂什麼格勒餅 前面鋪啊等等的 它就是一個自然的曲線 那車身其實很低調 你看這個腰線它沒有用 沒有太做太複雜 它就是一個標準的 所以你從某個東西 你認它也成功這個曲線 假設你這樣看 大概碰到一個小竹筆 在那邊沙發的包裝一下 你這樣講車色怎麼都很像 大概第一次我這些 你看橘附勒的部分它沒有太特別 這個後輪它也沒有太特別 它只盡量做 往往往做出來 讓這個造縫的造地力很好 尾燈它是內卡式 它外面有一個造紙 但你看喔 那個空氣力學在這邊的時候 它側門會不亂流 所以它在這個尾燈上面 它也做了一個造型 基本來講這麼早 車在車燈坑上做造型的 還比較早 車燈坑的外型 也是固單的空力套件效果的一部分 真沒想到耶 在當初它就做了這個小 因為彈燈在裡面嘛 是立體的 可是它就是罩子 真的這裡拖起來就是 它有點立體的 AT2還是街車啦 直接車有這個track的能力 對 那但是你要push到更高的階段 那就是track就是斯卡的射程 對 然後雙尾管 雙尾管它有換尾管 不過這個換是很自然的 因為這麼久的車其實有時候尾管會秀 也差不多了 所以其實它換過尾管就是 如果品質比較好它可以一直有製作 這也是我的原則啊 我整理車子也是會換個尾管 有一點小聲啦 所以對你而言之都是沒有改 這算沒有改 這個5 坐進來一定是疊的 很深喔 深陷 這兩天是因為是個性能車 所以車主坐了這個座椅 從Gallery Rucalo 這個很紅熊座椅 這就是賽車椅啦 基本要的啊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在踢列操掉的時候 無論是賽道或者是山路 人體不會往左右滑 真的滿難的 那現在如果綁得緊的話 那基本就綁在椅子上了 所以你就剩下手跟腳的操作 這是一個所謂開性能車 或者是很純粹的性能車 要是討遇到你 只是我們試坐車會討遇到 你要一般的用作 會做比較舒適一點 再來就是現場看到這個方法 改了MOMO的這個大概 直徑35mm的解決方向盤 對 然後它把一個特別的就是 它把這個定速改上來了 因為原廠賣的其實是虛卡 可以接到用處 所以當然手排手法還有定速公司 因為美國開廠的聽裝置很方便 所以它把聽裝置移到 這一改裝方向盤上 讓它可以功能 很拒絕維持在方向盤上就可以操作 對 然後另外講的是這個S兩線很明顯 這個駕駛座上 那它厲害的是你看 它所有的操作都是面向的 對 跟副駕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至連這個音響你看 都是隱藏在裡面的 音響是不知道 沒有需要 沒有必要 你就是開車 開這種車要怎麼音響 音響在CIA上來就要選配 CIA 對對對 所以其實是音響不重要 但是 但是空調在這邊 然後你看這個風量 是在方向盤上 沒有 是這麼多的耶 調整風量 所以你只是風量大腳而已 出風口你大概不用 不用特別去設定 所以一切的 都是以這個所謂 駕駛人為導向的一個 對戰鬥的概念 原型戰鬥武器的概念 再來就是很文明的 這個所謂的 在AP1是B1轉 在AP2是9000轉 9000轉一段有 然後8000轉紅線 防車很少做到這個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 你總共坐在後面 你看這個9 對 一般車子是沒有這數字的 沒有看好這數字 而且上面全部紅色 對對對 所以這是這個S2000 另外一個驚人的特徵 你看他這個排檔 你看檔位非常近 唉唷 很近耶 好快 四檔 哎呀 超級精確 很快 這個就很精確 所以你會愛上這個 所謂HONDA車系手排 這個精確的排檔感 精確的入檔的 這個精確性 跟這個掌握感 這是另外一個樂趣 很難解釋這麼多細節的 去製作一下的感覺 但這就是一個 晃達兩千 帶給車主的一個回饋 跟它的這個調形 對 然後你剛剛說 它是前中式引擎 對 前中式引擎 我們來瞧瞧它的引擎 然後我們打開引擎 下來看一下 來來看看囉 來 我來 點鍵是真 幫不得就跳出來了 從裡面跳出來 你的愛 這肯定 這個引擎真的很棒 今天這個AD2 它是一台 算是完整性更高的 這個S2000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AD1出來的時候 我說真的 我那時候在試的時候 我覺得我這車太有樂趣 太激情了 因為那時候 包括巴拉利 它的355也才 自然進去才剛突破 每公升100匹馬力 接下來就是 這個E46的M3 它可以給我那種 競技的激情 那四缸引擎呢 就莫過於這個 FC的這個引擎 那因為它是AP2 所以它的代號是 FC的22A 那22A差在哪裡呢 因為它排氣量 從原本的2000 擴缸到了這個 2200 可是也不能說擴缸啦 因為它鋼徑是不變 但它沖層變長沖層 為什麼 因為AP1呢 它在低速的扭力比較差 所以Honda為了要彌補這個缺失 所以它把它改成長沖的引擎 所以說它的耐久度也比較好 而且扭力更飽滿 那也因為要對應這樣的設定 所以說它刻意把它的這個 五檔跟六檔的磁筆變得更密 因為它扭力充足了以後 它可以延伸它的極速 所以連帶它的極速表現 也變得更好 可是你知道 其實S2000它 你可以看到它的配置 它是前中置的引擎 它在吹的時候 那個轉速是躍進式的 就是跟它賽車那樣 噗噗那種 會一下就拉上8000轉 所以你人也會跟著興奮 就會在紅線帶這裡游移 但坦白講 它的速度不是太快 但是它的變速箱的設定 我覺得以手排來講 Honda一直是一個 讓我很喜歡的 它的間距 不管是行程跟間距 都會讓你覺得 換檔的時候 鏘鏘帶勁 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你會不自覺的很喜歡換檔 而且它的離合器 又不是像那種 像保持捷那時候的GT-Series 那麼重腳 它就是在換的時候 覺得很輕快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很容易人車一體 而且這一台車 它會給我一種競技車的感覺 你知道它沒有動態穩定系統 對 它就是只有一個後軸 有一個LSD 所以你在開 即使不用說很tricky的賽道 你在像106這樣的路線 你在開的時候 它有時候出彎 提早補油 它後軸會扭 所以會讓你覺得 我在搶那一家好玩 但也因為那時候 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特性 因為在過去 包括你玩Civic 或是像Honda 一些Type-R Integr 這些車都是前驅的 所以S2000一出來的時候 大家不太知道 它這麼刁鑽的特性 所以很多S2000變香蕉 對 刁會刁啊 因為不知道 它差這麼多 對 而且它的慣性 猶疑是相當的迅速 所以這也是它 會給人家一種又愛又恨 而且 算是很好駕馭的一個名機 當年照它 你說是因為Honda的50週年 對 為什麼那時候 把它的定位定在這樣子 然後要讓它走後驅 然後要讓它手排 因為它這一款只有出手排款 因為那時候的 Honda已經推出了NSX Experimental 但是它的車畢竟是太貴了 它當年就十幾萬美金喔 基本上可以買一棟房子 但是呢 它必須要有一個 一般人可以享受 因為Honda 它並不標榜 它是非常的高級品牌 它標榜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 所以它推出這部車 而且也順便展現它VTi引擎 後輪傳動 就是一般Honda是沒有的 最高的技術結晶 對 我覺得它不小心的打造出一個 非常棒的底盤 互打互打 因為它雖然是一個敞篷車 你要知道 敞篷車對一般的車廠來說 是很大的考驗 通常是 一部正常的車子把屋頂切掉 所以你的剛性就減少了 對 所以其實是不吃香的 但是它在設計的時候就考量到 所以它的大樑的部分 它已經做出特別的設計 把它中間的這個中安的部分提高 來增加整個車的剛性 所以它雖然是一部敞篷車 看起來很休閒 其實講真的 當年我們也覺得說 它就是另外一部跑車嘛 對 就是比較高級的Miatta這樣子 但是我們無法想像它居然是 就是在這麼多年之後 它仍然令人家津津熱道的一個車型 所以如果你當年買的話 現在這台不賺料啊 不虧反賺 不虧反賺的車 這部車基本上我覺得已經跟 這個B&W M3 會走上同樣的路 真的假的 就是它是 畢竟它是限 它沒有限量但是少量 對 然後它駕駛樂趣 一支保持的 就是說你新車也沒辦法再做到 因為你像有像這樣講的 一大堆電子設備 拔規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完成 至少不是在這個價錢 你說這台車逛好可以150萬 剛剛艾比哥不是幫我問了一下價錢嗎 我有點嚇一跳 應該說CR限量的 因為我們參單的二手機還高 CR限量的應該都150 150以上 150以上 就是它還有限量 它還有限量版的最後版本CR 那個是硬頂的 引擎已經是2200的 2200的 然後轉速稍微降低 因為AP1實在太熱血了 大部分我認識的車主都把它撞 因為要保持在9000轉 真的是太難了 對啊 我們來講這個S2000另外一個障礙 就是它的最高能力 我跟你講AP2好了 稍微大家 好一點 好一點 它的最高能力是6800轉 它的最高馬力 並沒有好多少啊 要大概7500轉速 這個東西太難 你只要保持住高轉速 是賽車才高轉速在開 那它把最大的輸出都放在高轉速的點 證明說你要有賽車手的技術 才能開這個輛車 所以我覺得對車主都是很好的 大家都想說能夠成為這個 collaboracer嘛 就是假日賽車手或是假日業餘車手 也是一個經理的願望 它就做出一台這樣的車子給你 所以這個車調其實就是一個假日的方卡 但是不同的是它可以平日開 那平日開的時候 它的車手又不在平日的標準 對 所以它有一點你知道 拉拉扯扯的 對 在討論上會這樣 所以流到現在的量也就不是那麼多了 但是應該AP2是一個引領期盼的一個偶像 這是一個偶像車 而且我昨天去吃早餐的時候 就有兩個車主開這S2000來 對啊 他們說他們以前都開MPOWER 真的啊 就是他們已經玩到MPOWER你想想看 極致了 極致 更大的馬力 但是他們還是想要試試看 所以一人買一台S2000 而且他昨天才剛交車 真的喔 所以他很害怕 他非常害怕 所以他不是開心但是害怕是不是 對 他是非常敬仰他的喔 我們要尊敬車子的心 對 他說我開MPOWER 隨便油門下去就甩了 但是非常好玩 修一下修一下 很帥的救 因為他很多電子系統 對 可是他說可是S2000不可以 技術要跟上好不好 S2000只要一甩出去 基本上就是 香蕉 就是上拖車 對 變香蕉了 本人哪 就很容易變香蕉 所以真的要更小心 然後技術要提升 所以他覺得這才是他的考驗 他可以再回去買SUV 沒關係 但是這一台他要好好的珍藏 慢慢的練功夫 這練中功夫的意思 對 所以這個就是S2000的魅力 喜歡這支影片嗎 記得按讚加訂閱喔